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一个射手的一个法刀 我应该是用于刺客吧 好像比他开始 现在开始先给他加一个预警了 准备走上路 应该去打蓝魔 但是好像 这个时候想起来 自己应该不需要蓝 打蓝魔好像没什么用 这个时候打蓝魔 我应该就要去下面的 应该去打蓝魔 打蓝魔对我没什么特别需要 我就是要怒气 他会自动恢复怒气的 就放弃打蓝魔 直接去上路打小兵 反正打完这三个小兵也能升一级 其他路是各有两个引擎 其他路是各有两个引擎 现在就是在全运这个不知火舞的界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它转到侧面去 他就看见好像就看见这个不知火舞 到底是有没有穿感觉不像有穿内裤的样子 就是感觉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 看见那个选战的画面 还有就是 有一次就是前两次打打打的时候 还有用 纳可露露和对方的不知火舞 对打过一次 就感觉好像就是满血状态下 然后我是纳可露露把对方的那个 不是火舞给击杀了 主要是击杀之后 我也是剩下 也没多少血吧 半个血吧 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再击一下 基本也就挂了 挂了这场面 可能就是说 应该是觉得纳可露露会更好用一点吧 就是个人感觉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人对打 看一下 就是运纳可露露和不知火舞对打 因为他们都是SNK的运行 如果有纳可露露可以取纳可露露 很容易体配到对方运那个火舞的运行 因为 最近好像都是新运行嘛 新运行运的人还是比较多 然后最近在看刘邦 刘邦邦运的人就比较少了 因为隔了一段时间了 大家运纳邦的心情也都过去了 就是好奇心也过去了 现在就马上大家应该都变得自己喜欢 运自己喜欢的运行吧 不过这回我们匹配到的地方 有运纳邦 然后现在搞了半天 对方的上路塔 竟然没人来干扰我 直接拆掉了 对方打得也太爱不默契了 都没人来阻止我拆塔 这才开启两分钟 两分多钟 那塔就被我拆了 然后再打这个小拉杂 主要是这个 火舞它是 你打三下 每一下它的动作都不一样 第一下人家是翘翘 哎 现在我好像有队友离开 亚瑟掉线 这火舞是打第二下是翻跟斗 而第三下是往前冲 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位置都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放那个二技能的时候 有的时候被放歪掉 现在亚瑟亚瑟是挂机了 他他掉线来是什么的 好像现在是陪着我走了 我到哪他到哪 而且我把他拉到草丛去 我到哪他会停在那里 然后他碰到犁灯 他就会自动去打 受不了困住 我先把他拉到草丛去 然后还走前一点 这样子才能把他拉到草丛 这个人还叫这个请下我鸿鸣 打才打一段段时间 居然就掉线了 就是说看见 刘备刘备直接被我抢到一个人 还有一个李白 李白本来就差一点被我抢到了 最后居然被我方的蓝领王给抢到了 而且往中路 中路有个对方的火舞 也是没被我抢到 是被我方的安琪拉 抢到了这下是 但是我是速攻到两个中路 中路的塔 就像被打的也没多少血 对方都不要塔嘛 不过我还上路塔 现在有两个对方 孙悟空和刘斑在拆塔 现在回去就来不及的 但是有两个人去支援 但我也去支援一下 我还的亚瑟也挂机的跟着我来吧 现在冲到这边 应该他们打的都差不多没血了 这个能不能抢一个人头 猴子也没抢到 刘斑也没抢到 虎柱子虎柱到一个 来打这个小黄人 感觉这把对方好像 打得都稀不在意 他们都不要自己的塔了 配合都这么不团结 我看到亚瑟是管不住他了 他只要看到人就一直往前冲 除非被打到没血的时候 他会自己往回草 这时候应该可以抢一个 李白被我抢到 这个亚瑟也不能击杀 前两天还跟别人打的时候 我方的亚瑟还超神 这个亚瑟他掉线 那我还录了一期亚瑟超神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亚瑟现在超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最近很多困难运行 他这个大招 亚瑟的大招就是要抢人头 就是在残血的状态下 最早的时候打还是还是比较好容易抢 就是就是现在新 新玩的话去抢 因为那个亚瑟的抢人头 也还挺好抢 因为新人新手玩的时候匹配的运行也都是新人 新人他们有的时候 没怎么打好 直接被人头就被我抢了 所以说看对方的虎无没多少血 能不能击杀 虎无被我翻 又是被我翻蓝脸腕抢了人头 李白 李白终于是被我抢到一个人头 对方的刘备 刘备在这闲逛呀 连兵也不能打 看见我们就不 就这么闲逛的往这边走 又被我又被我抢到 对方孙悟空现在在塔下 在塔下暂时先不要进去 太靠进去好容易逛 我换蓝脸腕被终结 对方猴子猴子出来的 跑太远了 好机会抢到一个人头 就这么没了 没怒气 没怒气 怒气不够 技能换不出来 现在怎么撤退一点 对方的对方的虎无 这不是来顺死吧 然后现在就是联系击杀五个人了 再击杀两个就可以超神了 接下来感觉对方是 都没怎么打好 都没怎么好好的打 现在就还击杀了四个人 我还 比方现在是十五比四 就是领先十一分 开局就领先那么多 开局他们塔都没能去保护一下 任凭我直接拆了一个塔 然后中路塔也是被拆了 然后下路塔也没了 反正应该是普通的五一五 对战 大家可能也不在意 输了就输了 赢了就赢了 他就开始打龙 四个人在这里打一条小龙 竟然还是被挂机的亚瑟给抢了 我这边那边好像打得很激烈啊 我玩的蓝灵王 太激动了吧 一个人跑那么前面去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有没有人 还是没看到 想等待机会 这家对方猴子冲下来 我还是没被我抢到 被后裔后裔抢了 就是刘备 对方刘备怎么这么傻 这个人都还是没抢到 看有没有爸爸把他这个塔给拆了 小兵向前 对小兵向前了 赶紧出去拆塔 OK拆完塔准备回去 好就差两个人头 还是保守一点好 尽量把他完成 尽量打个超神 他现在走深入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抢一个人头 顺便抢两个人头也好 来个双沙子就超神更好 对方的塔就剩上路的两个塔了 下路塔都被拆了 哎这个活物没多少血 一个一技能 再来 附带一个打的时候 人家直接抢到他的人头 这边打攻击他 他这个他方向会变嘛 但是有一个往前冲啊 还有什么的 默认了吧 被动心里面 被动心里面 这个蓝银王 李白 李白被我击杀了 在家里 人家被我一把扇子击杀 这时候看 人家能够抢一个人头 已经超神了 这时候看 还能够抢到一个人 抢不到 对方已经团灭了 再加个巫戍打战 这方还有一个活物 越来越养 他们是一个一个来 这个还是没抢到 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抢到 都敲我人头 我也是因为那么多人头我都没抢到 都是被人抢的 捕住了10个 杀了7次 现在对方机率直接被拆掉了 刚好超神 对方机率连晃看都没能晃看 这把是很轻松 本期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 更多精彩视频 我会不断放进给大家 谢谢 我第91次超神 应该MVP是我吧 没错了 对方MVP是猴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